今天來到洛杉磯第一間台灣很出名的餃子集團八方雲集 1998年已經成立的上市公司 今時今日有過千間分店全球 先前在媒體報導過說來這裡要排一個半小時 今天我經過比較少人進去試試 這裏全部都是自助形式 快餐形式 我剛剛訂了一個 問姐姐最有名的餃子和鍋貼 現在正在等 另外那邊有醬汁自己混合 我就隨便加了醬油、麻油和蒜蓉醬 我今天只有一個人過來 所以一人份 剛才是八方姐姐推介 這個就是八方餃子 一個訂單是5.25元 有6塊 這個鍋貼也是她推介的 又是6塊 又是5.25元 都挺經濟實惠的 看看好不好吃 看看是否像台灣人說的 台灣那麼厲害 那麼好吃 我剛剛試了這個八方餃子 它說是Signature Dumbling 八方餃子 裡面有很多爽菜 黃牙白的爽菜 煮得口感很好 本身我懷疑裡面已經變成雞肉 通常我們吃這個餃子都是豬肉 可能遷就美國人 不錯 味道很好 咬下去還有一些湯出來 有一點像小籠包的感覺 但是又不是小籠包 不錯的 至於這個鍋貼 我都覺得裡面的肉很新鮮 都很好吃 但是我仍然是 依然是 我們 即是那隻煎餃子 Gelsa 那種的口味 那麼 我覺得它也是不錯 但是我都是吃慣 上海那隻煎鍋 總共來說是挺好吃的 這個價錢來說是不錯 而且其實它們有些combo 即是有套餐 舉個來 這個餃子 它有一個 是come with 10 隻 然後再加一個湯 你自選的湯 和夜飲 夜飲通常都是那些茶 我就戒了湯 所以我很少喝台灣的那些茶 那些湯 什麼蛋花湯 紫菜湯 酸辣湯 我都一般 所以我沒有選擇它的套餐 但其實它的套餐是挺划的 11多元錢 我現在這樣叫 都十個多的 但是我比較想試試 那些鍋貼和餃子 大家可以有空過來這裡 開張的時候 排隊排得很誇張 現在過了幾個月 我剛才排了大約十分鐘 等食物又等了大約十分鐘 是不理解的 外面泊車 如果沒有位置泊車的話 就在洛杉基的 在康杉基的旁邊 只是在康杉基的旁邊 那好吧 我都繼續吃完食物 最近我就留意到 行摩 就有這些這樣的 除了集架灘 在附近 就有這些 這樣的店 這些店是什麼 是以前 收拾了的店 現在用來開 一些叫做 美式的格仔店 它叫做Urban Market 其實這間店 以前就是Alba Combi 收拾了 就沒有人租 它這裡就是 經營一些 它說裡面有七十間的小店 小店 他們是租不起 一間大店 裡面有些寄賣 有些假的寄賣 我意思是貨架 就進去看看 什麼料 噢 這是 照顧 嘴 剛才進去繞了一圈 感覺上是大型格仔店 有些還未租出 我目測只需要請兩個收銀 一個收銀,另一個是看著店 這樣就可以經營到 不知要租多少錢 不過我覺得都是一個新嘗試 一個雙贏的局面 起碼創業的人士可以放在這裏寄賣 租不起自己租不起一間店 另外對於商場來說 起碼租得出 我相信商場裏面的店 現在收銀了很多零售 因為被網購打擊 這個可能會殺出一條血路 我叫他做美式的格仔店 事實上是一個室內的跳室市場 走開麥當勞 為何今天帶大家來麥當勞 剛剛Netflix有幾套不錯的紀錄片 就上了架 我最近都是在看Netflix的紀錄片 第一套就是梅根 Megan和哈里王子 那一套我就看了頭三集 他在尾三集還未出的 基本上就是講 基本上就是Megan和王子 他就是講王室 如何歧視Megan 一半是黑人的問題 裡面對王室做了很多指控 只不過我不會在這裡詳細說 除非他跟著最後三集有什麼突破 否則我自己都是覺得 他夫婦其實就是講他夫婦的版本 變成整件事就不完整 如果他可以有英國王室的代表 去解話講一講 怎樣歧視他發呢 裡面又發生了什麼事呢 裡面講到這個 這個白金漢宮裡面有些什麼 就是說indicate 了是黑奴 或者是黑人奴隸制 那些傳統的東西 還是當它是藝術品 還是怎樣呢 大家看一下Netflix 今天我想講的是另一套紀錄片 來到這裡 麥當勞 麥當勞 我曾經來過 麥當勞 是幫另一條頻道 拍另一個題材 當年就是叫做 LA看真D 那時候我就想講 裡面 現在是炒了一些人 用那些售賣機 騙殺了本土的就業職位等等 那時候我進去拍他的售賣機 都被他們趕出來的 結果我都是要在外面拍的 其實麥當勞 自己這個財大器租的大財團 他們都很著緊他們的形象 還有 你進去拍他們的東西 他外面沒有說不可以拍攝的 沒有寫著說不可以拍 你進去拍他趕你走 他覺得你有些惡意 詆毀他 很多時候都是講講事實 我想講的這套紀錄片 剛剛上架 一連三集 就是叫做 拒絕來電 Don't pick up the phone 講的是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基本上他講的是一個 控制狂的變態佬 原來當年是這樣 這件事歷史十幾年 由1994年至2004年 發生過很多宗這些案 什麼案呢 原來有個人去假扮警察 打去全國的麥當勞 Taco Bell 等等 這些快餐巨頭連鎖店 那裏 做什麼呢 告訴你 你可能都會覺得愚蠢 但是有時候的事情就是當局者迷 還有大家不要忘記 九幾年九十年代 或者到千禧年的時候 其實那些人還是很容易被人欺騙 那時候那個匪徒 其實他是沒有什麼得著的 除了滿足到他慾望的變態心理之外 他打去麥當勞 找個Manager 跟他說 哇 我這裏是警察 現在我們接到有人來報案 剛剛 通常那些伎倆都是這樣 剛剛 就有個客人去完你那家麥當勞 就不見了錢 不見了手袋等等 不見了東西 來我們報案 現在你有兩個選擇 一是 我就是 派幾個警察下來 和你落口供 一是 就是你找那個員工出來 幫我做一個守身的行為 這個假扮警察 這個impostor 他經常都說明 那個人來報案 就說明是麥當勞的員工做的 他就問他 通常都是那些伎倆 就是問他 你有沒有一個 累積員 大概是百人 年輕的 大概是五呎 大約是五呎 小小的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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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 很老實說 你說這些 這麼 general 的特徵 多數都有 他說有 有 叫他入房 做一個麥當勞的經理 麥當勞經理 他自己都是in charge 這間店 免得大事化 大事化小 也不想說一輛巡邏車 那些警察走到麥當勞調查 通常都會就範 叫了一個女職員 進去 跟女職員說同一番話 我現在懷疑你 偷了一個客人的錢 如果要搜你身 但是我 你可以下來警察 下來當下警察 我來搜你身 或者現在你給你的Manager 去搜你身 這樣 這樣 通常那些 那些 Teenagers 十幾二十歲 那些 做麥當勞那些 他也都 多數是為了息事寧人 就是當年來講 今時今日 那些人就聰明很多 是不是 會被他搜身 即是算數 我都不想去警察 搞到這麽大事 給他搜身 證明我沒有拖人的東西 就算了 這樣 通常那個Manager 就搜他身 要他脫光衣服 脫光衣服 某些情況 還要看他那個性器官 有沒有藏 有沒有藏毒 有時有沒有藏錢 這樣 這樣 剛剛 這件事 2004年發生的 就是 在一間麥當勞 這間麥當勞 就在這個 中西部的肯塔基州 有一個小鎮 一個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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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女生 她當年 十幾歲 十八歲 那個Manager 是女人 她搜身 但是 整件事 就會被閉路電視拍了 因為她在後面的辦公室 麥當勞後面的辦公室 然後 她那件事 還搞鬼 就是因為你麥當勞是很忙的 你不可能 幾個小時在這裏 跟警察在這裏 跟警察在這裏聊天 外面有很多客人 那她呢 居然 就叫她 她脫光衣服 就叫她留在這裏 她要出去做事 就叫了她的男朋友 叫了她的未婚夫 來看著她 那繼續的未婚夫 她就 她自己出去做事 那個Manager 那個未婚夫 就繼續跟警察在這裏說 那警察 接著要她做些變態事 要她打她屁股 還要那個女職員 幫那個未婚夫 口交 那整件事 就是被閉路電視拍下來 那跟著 這個女生回到家 覺得很受辱 覺得很受辱 那 其實整件事 其實整件事 她是 咦 剛才有人跟我揮手 整件事 是剛剛 之後怎樣完結了呢 就是一個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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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做維修的技工 走進來問她發生什麼事 她說 喂 沒有可能的 沒有可能 警察沒有可能 這樣叫人家搜身的 這樣才一言驚醒 夢中人 跟著那個女的就走了 這樣 就讓她走 這樣 那個女的 後來很受辱 就去報警 這樣 報警 警察就揭發了這件事 然後呢 就開始 初初就想著 喂 會不會是麥當勞自己的員工惡作劇 會不會是那些食客 就是 的 惡作劇 後來發覺到 原來全美國裏面有 好多間麥當勞都收到這些電話 那當年呢 就是多數 就發生在美國中部 那些小鎮 我自己曾經都住過德州的小鎮 有些整個鎮 只有一間麥當勞 一間Wallmark 全部都是獨市的 那些人也都比較順樸 那些人也都 因為中部 和南部 中西部 那些人通常都不會 challenge 政權 警察說什麼 他們就信什麼 而且比較服從 所以那些案件是不會發生在東西岸 加州、紐約那些是沒有的 因為你做不到 那 跟著 開始調查這件事 調查這件事 就發現他是用那些所謂的 以前叫做calling card 電話卡 為什麼要用電話卡呢 因為當年美國其實是比較落後 一個州打到另一個州 甚至一個棍打到另一個棍 都是當長途的 那很多人都會買這些 這樣的 預繳了的電話卡 來打到外州 這樣 但是呢 這件事發生在2004年 大家記得是911之後 911是2001年 那2001年之前呢 這些這樣的電話卡 是沒有登記、沒有記錄的 但是因為911恐襲之後 所有的電話卡都要登記 都可以追蹤到的 所以這件事發生在2004 就追蹤到電話卡 原來是在佛羅里達州 美國最南部 然後就開始 追蹤到的電話卡 原來是在那裡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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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開始調查了 就看那裡買的廢路電視 就發現到那個人 原來是穿那些警察的 那些警察褲 就開始飛去調查 原來不是警察 是懲教 那個人是懲教 在監獄裡做的 但是他很想做警察 就是很想有那種警察的權 但是他做不到 就退而求其次 就去做懲教 最後就知道誰了 接下來事情發展 就是兩件事 一 就是這個女孩子 告麥當勞 告他2億美金 理據是什麼呢 就是說麥當勞 知道這些事情發生著 由1994年 一直有不同的麥當勞 這些連鎖經營店 一直都是發生著 這件事 遙距性侵 但是麥當勞蓋著這件事 置諸不利 有些受害者就跟他 settle 了 庭外和解 就是根本沒有告到 就是給一些補償 浪費過這個non-disclosure agreement 就證據證明 其實麥當勞知道 這件事發生著 成十年了 發生了成十年了 百多個受害者 麥當勞 視而不見 這件事揭發了之後 麥當勞還找一個律師團 去 叫做什麼 dishonor這個女生的credibility 大家看這個正義回廊 大家都知道 現在的法庭戲都說這個 就要 污衊她 污衊她這個可信性 法律的term就是這樣 另外一個理據就是 麥當勞沒有做到 他該做足的事 去保護他的員工 沒有一個指引 如果收到這些警察 所謂警察來的電話 他們需要怎麼做 沒有這個指引 對於這兩個理據 他就告麥當勞這個民事索償 至於 先說麥當勞這件事 麥當勞到了最後 是敗訴的 但是他不需要賠億 他需要賠六百萬 以及公開道歉 最後麥當勞出來的statement 都是說 我深表同情 就是非常之 就是非常之 遺憾、抱憾 但是都 還未完全承認他的過失 但是當然他需要賠六百萬 結果 這個雞蛋撞高牆 就被他撞倒了 也都引伸到後來 很多訴訟 就是很多受害者出來 都是告麥當勞 即是麥當勞的前員工 這件事就是麥當勞最後的結果 但是 那個變態又怎樣呢 這個肯塔基州 這個警察局 想告他性侵犯 但是到最後是敗訴 告不到的 他是無罪釋放的 那個理據是什麽呢 因為他真是 打個電話去 叫人性侵犯他 但是他自己是沒有做過任何事 他當是一個惡作劇 就不構成一個性侵犯 就是十幾年前的法例 不構成一個性侵犯的理據 因為他自己人在佛羅里達州 那件事就發生在肯塔基州 而閹且 有證據看到他是買電話卡 以及他用那張電話卡 但是沒有證據 說他是 那個時候 在說電話是他這個人 他買電話卡 或者不一定代表他是用電話卡的那個 所以基於這兩件事 就判他無罪釋放 但是每個人都知道是他做的 因為自從他判無罪釋放之後 這些案子就全部沒有了 再沒有這個搖拒性侵 這件事在美國的歷史上發生 好了 那麥當勞的經理和他的未婚夫又怎樣呢 未婚夫 由於他跟著電話那個變態人說來做 又要那個女生幫他口交 又打他屁股 又用各種方法檢查他性器官 又摸他 證據確鑿 你的閉路電視拍了出來 他判了五年 他兼顧要終身在這個性罪犯明察那裏 註冊 而那個管理員又怎樣呢 這個女人 他也都違反了這個禁錮這個罪 就是犯了禁錮這個罪 到最後呢 就是要他 換刑一年 但是由於這件事就暴光了 結果呢 他現在就好像過街老鼠那樣 沒有人夠膽請他做事了 這個職業生涯也就此完結 那這件事其實告訴我們幾件事 就是 首先這些大財團 麥當勞呢 他有事就是推卸責任 就全部將會乒乓去任何人那裏 除了自己 第二 當年的人其實的確真是很天真 但是呢 有這樣的心理學家呢 其實講過有一種 不知道什麼症候群 是吧 即是你人 是當局者問你去到那個moment 你的確是想適事令人 的確潛意識真是以為他是警察 這樣好像被他催眠了這樣 這個不論是那個manager 還是那個員工 即是都不想搞大件事 或者人本身那個心理呢 就是生不入觀末 即是在美國也是這樣 你要我下來警察局 和我盤問 那既然有另一個 另一個可能性 或者另一個option 是可以在這裏搞定的 通過電話的 快快去搞定算了 要我脫衣就脫衣 證明我沒有偷東西 脫衣 我沒有偷錢 找不到錢就算了 所以呢 這一宗案 其實呢 我自己看就很觸及到人的心理 雖然我們旁觀者去看這件事 當然覺得 這個女孩很蠢 這個manager很蠢 這樣都信人嗎 有沒有看警訊的 這樣 但是有時候的事情就是這樣 不發生在你身上 就由自可 一發生在你身上 就當局者迷 這個 就因爲這些這樣的變態 老 純粹他們的觸心 你實在玩得太過 太過了得 好啦 跟大家分享著這麼多 這套東西 大家可以按進去看 Netflix 我覺得不錯的紀錄片 其實我這陣子 都看了不少Netflix的紀錄片 但是這一套呢 我是推薦 其他某一些 我都覺得挺悶的 OK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好 大家好 又是Miss Ho 和林家俊博士 是 說九零人格 今集我們就說三號仔 好 林博士 你可否首先分析一下三號是甚麼型 角色成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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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什麽我要這麽複雜呢 有角色有成就 其實之前我們也提過 在很多地方 在很多地方都會告訴你 其實很多人都會認為三號是成就型 但我經常都說成就型 有誰不追尋成就呢 但結果帶來了一個很大的誤導 就是三號成就型 所以他們很喜歡成績成就 是對的不是錯的 但不等於所有成功的人就是三號 或者你是三號就是必然成功 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 所以我就會發 你要經常說成就成績的時候 其實每個人都有 其實每個人都會想的 其實現身威 但你可否說得出 其實他的內心世界為何他要這樣 為何他要這麽講求成就 那你就要從他內心世界去看 會不會是想要有些沒足感 不是 他那個三號的世界是說角色 角色 即是譬如試管他們就說 好像我們上一次也有約會提過 譬如解釋我是三號 解釋我是三號 我很清楚知道我的角色是一個什麽角色 就是我是一個九零人格的執業導師 我自然就會怎樣 就是我要做好我這一個角色 就是人生就好像一個演員 生命就是一個演員的世界 就是三號的世界 很多不同的角色 譬如我是九零人格的執業導師 但問題是 我怎樣來定我這個角色做得好呢 怎樣我可以獲得這個角色的肯定 就是透過你的掌聲 所以怎樣他們會追尋成就 成績呢 其實背後都是為了引證他那個角色的肯定 譬如我是一個九零人格的執業導師的角色 我這個角色究竟存不存在的呢 這個角色實不實在呢 全部都dependent 就是你給我的掌聲 譬如你是一個爸爸 你肯定做一個角色是爸爸 你那些子女跟你相當處 他們的掌聲給我 是的 那是不是就是屬於這一類的 是啊 那他會很留意的就是 那些子女給我的掌聲 甚至他會留意到 可能親朋戚友 他怎樣評價我這個爸爸的角色呢 所以譬如說到親子的位置 那我就會告訴你 其實如果三號的父母 你是沒有想過 其實一定是腐乖的父母 一定是腐乖的父母 即不是說那些給你很大自由度 然後讓很多小朋友可以有自主權 是的 因為很簡單一個項目 你不可以拍衰我 哦 因為他們很敏感的就是個角色 明明我講的 哦 所以在這裡我又分享一個很juice的東西 給你知 好 以文其長 對 以文其長 你試想一下 其實一個三號 一個正式的三號 他很著重的是他每一天的角色 是 所以同時間他們都會很敏感的就是 他的角色做得好還是不好 OK 那麼在這個社會裡面 某一個名人 OK 就很典型是這個的了 給你猜猜是誰 OK 即是做甜品 你都很喜歡這樣做甜品的 哈哈 謝霆霆 即是 不撕招都要這樣撕招的 OK 大家知道我講誰了 檸檬先生 檸檬先生 我想告訴你 我有個學生 OK 我有個學生 剛才之前我也跟你講 我們有個學生 其實是跟 娛樂圈 娛樂圈是好朋友 好朋友 OK 所以他是看著檸檬大 是 他說不是上過摩堂 他說他完全是不明白為什麼 檸檬先生是在家裡 連在自己家裡煮飯 都是 偷獲 哈哈 譬如叫他做伯母 如果沒有觀眾的時候 他會不會這樣做 這個很好的問題 在一個三號的世界 不會沒有觀眾 問題是觀眾是什麼人 記住 九炎是說他的生命 他每一天24小時 即是 他們會感覺到 三號的人 他的世界 看到的世界 是甚麼人 記住 他的眼睛 其實都是一個尾光燈 在看著我 那種感覺 嗯 在他的生命裡 全部都是觀眾 所有人都有觀眾 所以他們特別敏感 一樣東西 都是那一句 有這個東西 就不等於他 但三個一定是這個 第一個 我想問一下 劉華順主呢 嘩 你絕對說得對 一陣子才說他 好 但是他就會很敏感 就是 我就算走出來 每一步 他都會很敏感 有人看著我 那裡有人看著我 我要小心點 買串魚蛋也要 搓著買魚蛋 所以剛才你說的劉華就是這樣 一會兒我想說一下 一個他小小的故事 一會兒再說他 但我想說的是甚麼呢 就說回檸檬 這件事 問題是 又有甚麼juice 大家都知道 他離婚了 問題來了 我現在問你了 有沒有想過 當日他的前妻 大家都知道我講甚麼 那件事一爆出來的時候 為何當時他不離婚呢 因為他會被人知道 他是一個好老公 保護前妻 沒錯 但其實他想不想離婚呢 想 對 這個就是個問題 但去到某一個位置 隔了一段日子 所以其實我個人來說 我是很相信一件事 他的前妻所說的 但這件事一爆出來的時候 其實他們 不是說應該是他 他說他跟檸檬之間 其實已經沒有感情 但他就是不肯離婚 是他不肯離婚 是檸檬不肯離婚 因為如果當時他來的時候 我就是一個無情無義的老公 他們是很著重這些 我們所說叫做 人家怎麼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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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所說的 image 很緊要 但去到今月之後 你可以說他前妻不生性 在飛機裡又要拍一張照片 你就真的明白我的面子 但在這個時候 如果我說離婚呢 你就沒有人怪我 其實在三號的世界 很敏感 無時無刻 就是我做的這件事 會不會影響我的image呢 image甚至會不會影響我的角色呢 這些人怎麼評價我的角色 那個掌聲會不會減少了呢 我經常形容三號的世界 就是他很敏感的就是搶聲 那個掌聲的多寡 就是我們所說的分貝 分貝越高 即是他的角色的肯定性 的感覺就會越強 所以你留意 他是劉華 剛才我們講的 劉華其實是典型的三號 我記得有一次 他的演唱會裡 都要頒獎給自己 其中有一幕 是頒獎給自己 他竟然是繞長跑 我記得他那個 好像剛好是08 北京奧運的那段時間 又拍了金牌 就產生了一個point 其實三號對於上台 拿獎的感覺 其實是很在乎 很享受的 很享受這種感覺 他要得到成就感 別人要去歡呼學彩 是啊 所以就產生了其中一件事 就是他們很敏感的就是 不同的人 我有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角色 那就產生其中一個問題 很笑的 曾經試過有一次 假設我一個學生 三號來的 譬如我和你是朋友 假設我是三號 我們是老友來的 我的角色就是老友角色 老友的角色 譬如我和監製 他是我上司 我是下屬 我就是上司下屬工作的角色 那你要記住 不同角色是有不同的展現的 是不會過界的 不會過界的 很清晰的 但我有個朋友 試過類似是這樣 就是有一個環境底下 你們兩個一起出現 突然之間身份模糊 糟了 我變哪個角色呢 明白我說嗎 他那個情況是怎樣 就是他家庭 有一次有他朋友和男朋友 他們平時之前一直都分開的 即是他們 他男朋友又不認識他朋友 他朋友又不認識他朋友 是的 因為他清楚知道 他在他男朋友面前 他有一個女朋友的角色 自然就有女朋友的一面 老友的時候就有老友的一面 怎知有一次去旅行 他不記得了 夾在一起去旅行 他說之後 結束了整件事之後 他男朋友給他回答 我其實未見過你這一面 那其實是好還是不好 又是那句 在他的世界裡面 他們是這樣的 沒有說對還是錯 這個是他們的零號 OK 但他自己就會明白到 那一刻他就會明白 是的 原來我對著不同的人 是有不同的一面性格 就是因為我對著的 我和你的關係裡面 我是一個什麼角色 所以其實這件事 才是看三號 正確來說去了解三號 是什麼 一個重要 其實如果講講法的話 他是不是真的 時刻都會有一個裝備 是呀 是呀 所以其實也有一件事 就是有很多時候 很多人都會形容 三號是屬於變色龍 變色龍的意思就是 我要因應不同的場合 因應不同的角色 去展現不同的自己 而這個自己當然 最好就是要拿到象星 所以為什麼 就說他們會很喜歡 追尋成績成就 就是這樣 好 但是也說回個點 就是我想帶羅德華單 給你知 我又在這裡爆啊 羅德華單 因為我曾經有一個學生 還未上課 他是羅德華的表弟 是羅德華的表弟 他告訴我 他們上搖我課 他說 你講三號真的好 講到我表哥 好笑 講到我好笑 然後他說 有一次 他家裡大家眾所周知 他住在哪裏 他家裡當然可以BBQ 不是 加多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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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加多利山 加多利山 那些House 有一次 Family聚會 Family聚會 就是 笑東西吃BBQ 但當時 剛剛紅了不久 都算是90年代中 那時候算不算 在加多利山 都不敢肯定 但總之 都是住在屋 他都已經住屋 OK 那就BBQ 他說 他真的看著他表哥 是怎樣的 就是 是啊 因為呢 初初開始的時候 下午3、4點、5點 BBQ 一定會留在老人街 這個家庭聚會 對嗎 哇 好乖仔 好成的 OK 到差不多6、7、7、8點的時候 那些老人家就說 哎呀 我們要走了 年輕一點繼續玩 OK 他說 那些老人家一走 他說 他表哥馬上說 喂 有沒有 那時候還流行 他還流行 然後他說 又粗口又成 那些 因為他們那班老表 很多粗口 就是這樣 就是他可以很變 就是很變的 你明白嗎 然後他說 好記得 差不多完成了 然後就倒垃圾 通常他們那些 倒垃圾都是 放垃圾在外面街 就是好像我們美國 他說他真的 照鏡 然後他問他 表哥你做什麼 倒垃圾 倒垃圾不用 是嗎 不行 然後他只把垃圾 倒垃圾 倒垃圾 只把垃圾抬一下 這樣走出去 哇 他說 戳刀 很好笑的 這件事 但是 就是因為這件事 我更加肯定 這是他的衣服 記不記得幾年前 不是流行的 那些叫 什麼 Ice Bucket 對 我不知道 你們有沒有 有人有看 面書很多人都說 challenge 對 對 我想告訴你這條片 現在還有得看的 就是你看看劉德華 是嗎 嘩 劉德華那條片真是精彩 我經常說 這條片 雖然是短短分幾兩分鐘 但是我想製作費 起碼一百萬 就是這麼誇張 又高炒 又低炒 有布局 直接是有 剪接得很好 剪接得很好 剪接到年度 哇 真的很帥 你們上網看 很帥 很帥 我沒看過 是呀很厲害 我告訴你 那種包裝很厲害 有些人說 他畢竟是天王 當然要 我說 你找一個人跟他對比 那個叫周杰倫 周杰倫都是天王 但是他可以很隨便 但劉德華連拍這條片 我經常說 三百六十度大環會 那條片 真是很厲害 這些我們所說 就是角色的包裝 整個三號的世界 他很著重的是包裝 其實會不會這一類型的人 很著重的很細微的東西 總之跟他的角色有關 他都會留意著 譬如 我記得之前都說過 類似是 譬如我明知道 譬如作為一個 九型的導師 譬如是做一個九型的導師 出色的九型導師 譬如我會留意到 譬如我師傅 他這麼成功 我要模特兒 譬如我是三號 很典型的 這種形態 我還會留意到 譬如他的一舉一動 包括他的帶什麼錶 如果他是帶努力士 我都要有一隻努力士 明白我說嗎 你可以說是細緻到這個位 其實這些是偶像包袱 你講到這個點 就非常好 我覺得整個三號的世界 就是一種偶像性的人生 我形容整個三號的世界 自出糧胎開始 在一個叫做明星、偶像 那個生命裏面 不是說他們一定要走出來 做明星和偶像 而是他本身的人 就算在他的工作裏面 他都在走這條路 就算他做一個家庭主婦 他都要做一個很出色的家庭主婦 人家一見到 這個媽媽很厲害 這個媽媽很厲害 那種感覺 都是一種明星偶像的形態 常常我們看訪問 都說劉華 每樣東西都要追求完美 很勤勵的 叫劉華 有一次我看他的訪問 他就說 我每天都不吃其他東西 只吃白煞雞 即是用滾水煞熟雞 這樣吃 對 他說是很難受的 但是當我每天脫上衣服 對著鏡子 看到自己六塊腹肌 我覺得是值得的 我看完訪問 會不會太自戀 你這個好的規定 其實在正規的九月人格的角度 傳統的九月人格 評估說三號 事實是有一定的自戀性 這個是不否定的 但有自戀就不只有三號 另外有幾個型號都有自戀性 不過三號是其中一個 是有這一樣的 有另外一些特別的個案出現 其實有另一個個案 不過我不想在這裏說 又不是賣關子 因為我想說一下關於 因為這個是牽涉到一個親子的個案 我們三號營就到這裏為止 我想問一問 好 寧翁的父親是不是三號 不是 過癮就在這裏 你帶了一個好塊錢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都在想 因為他都很濁孝 這麼老都這麼濁孝 這麼濁孝 我可以告訴你 三號必然濁孝 但是濁孝不一定是三號 為什麼呢 三號他的生命就是各式的展現 所以他們是24小時營 明白我說的 即是寧翁的父親就是銀幕下才營 保持神秘狗 大家我想說 但我講一件事給大家知道 講完這個 就是他那種營 就是大家記不記得IQ博士 一見到山崔老師會怎樣 變樣 濁孝 但是山崔老師走過了 就肥了 謝霆鋒 不是謝霆鋒的父親就是這樣 所以他不是三號 哇 我們今天的三號營 我也這麼開心 還有林博士將會繼續跟我們 再分析幾個特別的型號 不過先賣個關子 我們留下集就講四號營 我們今集到此為止 都是拿一句 因為你們的型號 都是問問相關的專業人士 你們才可以確定 不可以單憑少少 兩個案例 或者一些分析 就斷定了自己是什麼型號 那我們一集 林博士的酒營人格三號營 就到此為止 大家就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們這個channel 謝謝 印地安小酒坊 願意重新開幕了 來有各式小菜 台式懷舊小吃 燒烤類和各類酒水飲品 地址 聖蓋博士 633south 聖基比爾波羅華 門牌105號 歡迎舊與新枝來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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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